各位觀眾, 城市追擊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想很多朋友都已經習慣了 每晚10時05分就在電視機旁邊 看我們這個節目 很快就說說熱線電話號碼 就是187-2233 熱線全真358-3233 文君, 昨天從養你好像很勤奮 追擊了什麼回來? 我昨天去大埔探訪過一家人 他最近經歷了一件很傷心的事 這個家庭原本很幸福快樂 一家四口, 有爸爸媽媽, 一兒一女 可惜一宗交通意外 奪去他女兒的生命 事發時, 他女兒和男朋友坐電單車回家 這次意外, 一對情侶雙雙慘死 亦令這兩個家庭陷入仇雲慘霧 所以今年的重養節 對他們兩家人來說 就真的非常沉重 10月7日晚上 在馬尿水水景基地對開的 吐露港公路 有一對情侶坐電單車發生交通意外而死亡 他們是28歲的盧家禮 和23歲的黃碧山 很文靜 他在公司可能會多些話說 我想他出門都不是很喜歡說話的那女人 活潑, 而且挺可愛的 阿禮應該是他沒有駕駛車的習慣 我為人真的比較溫馴 不會是一些血氣方剛的男生 是 盧家禮和黃碧山已經拍拖了兩年多了 碧山的媽媽說 碧山跟她說過 家禮希望他們可以在97年之前結婚 他們兩個早前還有打算入寺申請居屋 這張床就是碧山生前睡的了 從放在床上的毛公仔和其他的物件 我們可以看得出 碧山是一個活潑、可愛和樂觀的女孩子 碧山最大的嗜好是買手袋 出事那天, 她就是揹著這個 只是買了兩天的新手袋 我當然很傷心, 很疼痛 我身為父母 是 我女兒也很疼我 是 我都很捨不得 我們全家都很捨不得她 我的女兒 我女兒也很乖 是 有乖有調皮 剛才剛才星期五放假 是 她一回來她又不說 還寫幾個字在這裏 是 寫了什麼幾個字在這裏 是 是 7號那裏 是 是 女兒休息 是 我明天和你去飲餐吧 我不會說媽媽 我這麼說 我不會說媽媽 我這麼說 我不會說媽媽 我問你 你是不是在家吃飯 要吃飯後我就煮飯 他說不吃 我送哥哥就下雞吃 他說我上去看電影 我以為他下去樓下看電影 我不知道他走就出去外面 只是六點多 只是幾個字 只是幾個 只有兩個 他都要拿走我一個 所以我不小心 又不是我學到每天晚上的蒲野雞 也有 有一個藉口給他 說這是刺激的 是不是 一個禮拜去那天 就發生這樣的事了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 同時眼中的優秀員工 又有誰想得到 這麼快就和碧山陰陽相隔呢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舒服 打下去睡著床 就睡下去睡就睡不著 一直到天 硬是不知怎麼樣 好像一些人 硬硬有些不知什麼感覺 硬硬有些什麼就睡不著 我很少這樣 因為只有幾個小時 你怎麼會有什麼知道 挺難相信 是 傷隔了不是很久 幾個小時 那 就是 沒想過會發生這種事 就是 發生在家裡 這件事 世事難料 碧山自己又何嘗會想過 這次離開家裡 就再回不來呢 幸福的皇家 暫時變成仇魂慘 到現在 碧山的爸爸仍然希望 只是一場惡夢 電單車的危險性很重 家人經常都這樣說 所以我們在家庭之中 對電單車方面 比較… 就是說 不敢恭維 坐電單車 所以我們一向 對坐電單車 都是小小小 不喜歡的 當我知道他開電單車上班 我就叫女兒 女兒, 你千萬不要坐電單車 很危險 車輛在高速公路上風馳電制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曾經有很多意外在這裡發生過 希望駕車人士小心駕駛 也希望這些慘劇 以後不會再發生 希望各位駕車人士 開車的時候真的要特別小心 也希望兩位死者的家屬 可以早日平復心情 不要那麼傷心 是的, 希望兩位可以節哀順變 其實世界上 真的很多事情是無可奈何的 好像余樂圈最近 也有些不太開心的意外發生了 鍾文君 謝謝占叔 成龍大哥一向做事都是很認真的 尤其是拍動作片 專門向難度高挑戰 當我們城市追擊 知道Jacky受傷之後 立即跟進這件事 智叔今天還是打了長途電話 跟他聊天 不過在未看這段訪問之前 請大家先看看這個片段 是在1988年 一個慈善節目當中 Jacky曾經這樣說過 這個是預言家說我1993年結婚 7月15日有血光之災 12月不知道幾多天 凌晨的1點至3點 有腳筋又不知道怎樣 這位上學家的預言 似乎不是那麼準 究竟成龍大哥這次為什麼會受傷呢 當然最好就是問問當事人 怎麼樣 現在我們大家很關心 你現在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那個傷勢怎麼樣 現在 現在就讀著拐槍 現在你聽我現在 走路都敢一聲 現在就今天 昨天去過醫院 是 還沒打得石膏 是 腳還是很腫 是 現在還包了軟石膏 自己很麻煩 洗澡啊 去廁所啊 全部都很麻煩 一樣都很不方便 自己又經常走來走去 現在什麼都不行 其實你受傷的過程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呢 受傷的過程呢 就是我從一個橋墊 橋墊大概是15呎左右 嗯 就跳到那個汽展船上 是 但是誰知道到下午拍呢 已經是退潮 溫哥華退潮 退得很快 嗯 跳差不多去到20 變了20多呎 20多呎都不重要 但是那個船就飄浮不定 在那個船 在那個海裡 就不是一個固定的目標 嗯 那麼幾十呎 我們就不斷跳的了 嗯 我想著就 唉 沒事了快點 因為如果我不准呢 就掉到水了 掉到水 會很冷的 那我就快點拍到鏡頭船 我剛剛開了機 我想跳 我覺得距離太遠了 就跳不到 嗯 我看到船尾可以 我跳到船尾 跳到船尾 原來如果我跳遲些 那個船長就會打到我 是 更危險了 那我就對著那條角鐵跳過去 因為那個船有多少位啊 你那個人跳下去 跟著要衝的 嗯 我沒有地方讓我衝的 然後我的臉就撞下去了 撞下去 我用我的手一推 一推 跟著轉身 怎知下面有一些膠 在那裡 那個鞋跟那個膠轉起來 變成我整個人轉 我的腳就不轉 我就聽見 啪一聲 哎呀 啪一聲 我摸我的腳 咦 為什麼歪掉了 我也不相信了 跟著我再做起 因為如果不然又要來多一個了 是 我已經很痛了 我做了戲 我再摸摸我的腳 我已經歪掉了 那我推回正 哎呀呀 那我推回正 之後把我送醫院 如果我自己送醫院 他們就知道很大 很大的決心 嗯 嗯 嗯 那個腳掉了 被我推回正 好在 腳斤就扯傷了 接著我的骨就脫了 那我昨天 去了醫院 又重新照X光 他就說 哎呀好好啊 你放心了 但現在還沒打到石膏 嗯 薄草不用了 那 就不用開刀 你放心 我很開心 對於是不用開刀 我就很開心 那現在就 好啊 接著來都是在拍戲的 嗯 還在拍戲嗎 還在拍戲嗎 還在拍戲 我今天早上綁在車頂 跟大巴士對撞 哇 難道現在我都要80 被人停工了 停工了 對公司損失又大 對我本身損失又大 我已經習慣受傷了 但這次是南芝拉夫之後 有多重要 我們也值了機會 跟這個廣大的觀眾 和你交代一聲 就是 你現在服務得很快 謝謝你們 謝謝 成龍大哥 真是有專業精神 直覺拿到這麼傷 仍然堅持要拍完這場戲 才肯休息 真是敬業鬧業 這種精神 我們是非常敬佩的 不過奉勸Jacky 以後做危險動作 真的要小心點才好 好了 講到回來 我們會為大家追擊一條 充滿神秘色彩的中港公路 傳聞中這條公路 是會經常有迎面而來的鬼車 和午夜飛絲 想知道過鐘的原因 請繼續收看 待會的城市追擊